月球背面发现透明玻璃球 究竟是谁的恶作剧 透明 晶莹的像珍珠 据中国科学杂志社透露 以中山大学肖志勇博士为首的研究团队 发表了一篇关于月球新发现的论文 文章指出 玉图二号在地球背面发现了 厘米级玻璃球 外形光滑 圆润呈透明状 在国际上属于第一次 因为外表过于光洁 和照片跃掌有很大不同 很多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对它的来源发生了争执 甚至有网友怀疑这是外星人所谓 月球一面朝向地球 一面背对地球 亿万年始终如此 为此很多人坚信 月球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秘密 外星人支持者一度将其视为基地 是外星人降落 居住的地方 从人类第一次向月球发射探测器 到美国12名航天员乘坐阿波罗飞船抵达月球 人类接触的一直是月球正面 转折发生在2019年 2019年1月13日 我国自主研发的嫦娥四号探测器 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 随后 玉兔二号月球车开始展开探究活动 背对地球的缘故 我国提前发射了一颗名为雀桥号的中继星 负责系号传递 嫦娥四号 玉兔二号探测到的数据 先发射至中继星 再由中继星将系号传至地球 玉兔二号可谓劳苦功高 玉兔二号长1.5米 宽1米 高1.1米 携带了全景相机 侧月雷达 红外成像光谱仪等多个科学仪器 整体质量达到了140公斤 为此行驶速度极其缓慢 速度还没一只乌龟块 但到现在形成超过1000米 从降落月球到最近探测到透明玻璃球 已经服役三年 而它的设计寿命却只有三个月 2021年11月 玉兔二号曾发现一个神秘小屋 后来证实小屋只是一块石头 大概率是一块撞击月球背面的陨石 这次又发现透明玻璃球 再次让玉兔二号登上热搜 事实上 人类并非第一次在月球发现玻璃球 美国阿波罗宇航员 曾从月球正面带回数十个玻璃球 区别是 前者玻璃球直接达到数厘米 成不透明的黑色 外形也略显粗糙 内部夹杂着大量气孔和碎屑 和玉兔二号发现的全透明玻璃球 有显著区别 透明玻璃球形成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材质 沙子或石头 一个是高温 月球一昼夜长达28天 造成月球背面昼夜温差大 最低零下180摄氏度 最高120摄氏度 但要形成玻璃球 人还需要外部热量加持 我国科学家指出 陨石撞击带来的高温 无疑是一个绝佳机会 月球正面因有地球这道天然屏障 阻挡了一部分陨石坠入 所以背面相比正面降落的陨石更多 形成的陨石坑也更多 陨石坑密集的地方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结果是月球表层除了月染外 还有大量名为斜长石为主的岩石 主要成分为硅酸岩矿物 当陨石高速撞击月球时 释放大量热量 营造一个高温环境 碎石头先是被融化 接着在低温环境下迅速冷却 最终形成透明玻璃球 碎石体积越小 越容易形成高质量的透明玻璃球 据报道 玉兔二号刚着陆石 曾发现一些带有神秘光泽的凝胶 估计是陨石在撞击月球时 那些尚未完全形成破不规则的玻璃 原创博文